今晚六點 散殺大國民 突然有一個孩子說 我最想要做的就是 把某個才藝教室燒掉 結果他一講之後 後面每個人都想要 這個人想要燒這個班 那個人想要燒那個班 然後我們會停下來跟孩子講說 你現在這幾個東西 你可不可以照你喜歡的順序排一下 最想繼續學的放在最上面 他的內心的解讀就是 好…我什麼都做不好 OK 你不要再逼我了 我這個也不要 我這個也不要 你暗淡了嗎 好…